诗篇第九十九篇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齐 耶和华作王 万民当战斗 他坐在二基路坡上 地当动摇 耶和华在西安伟大 他超乎万民之上 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 他本为圣 王有能力 喜爱公平 兼力公正 在雅各中实行公平和公义 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脚凳前下拜 他本为圣 在他的祭祀中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末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 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律 耶和华我们的神 你应允他们 你是赦免他们的神 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 你要遵从耶和华 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圣山下拜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本为圣 阿们 93篇到100篇 这一组诗篇 比较专注于耶和华世王这个主题 他谈到了他将来再临实行审判 其中气氛 常 这个比较祈福 有的时候是欢庆他的得胜 有的时候是谈到受他的管教 对他抱有敬畏 然后呢 有的时候又感到兴奋或者惭愧 那98篇里面尽情的欢心之后呢 99篇就提醒我们 他是何等的超越的神 何等圣洁的神 我们应当对他抱有何等的尊敬 崇敬 那这个诗篇呢 结构比较简单的 是三明治结构 这个一解到五解呢 和八解到九解 是形成了这个三明治的外层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崇高 在以色列中的崇高 然后中间 B呢这个结构六解到七解呢 就是耶和华向以色列的启示 什么意思呢 这种结构呢 就是以中心为主体 也就是说在耶和华向以色列的启示 他是圣洁的 他是怎样的神之后呢 要求我们向他发出理所当然的崇敬 那么我们来具体来看每一段的内容 首先一解到五解 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 他作在二纪录博上 地当动摇 那这里面提到了耶和华作王 诗篇 本篇里前面也好 都在下出 发出这样的定论 这样的判断 这样的宣告 耶和华作王 那耶和华作王 这里面提到了万民的反应是什么呢 万民 就普天下万邦万民 不仅是指以色列人 包括所有的民族 都当在他的面前 战兢战斗 也就是说存着敬畏 他坐在二纪录博上 地当摇动 那这里面地当然是一种 指全地全人类的意思 包括神所创造 所有神所创造的 都应该在他的面前 存这样的敬畏 那这里面说到 坐在二纪录博上 说到耶和华神 是坐在二纪录博上 二纪录博上的耶和华 坐在二纪录博上的耶和华 这是旧约圣经里面 比较喜欢用的一种特定的表现 一开始出现在 出埃及记里面 特别是造了会幕之后 我们看到会幕里面 制圣所里面 被安排放置约柜的地方 约柜是一个箱子 上面有个盖子 盖子顶上有两个天使 称之为基禄博 然后两个天使伸出双翅 来遮盖那个盖子 那个盖子 在双翅遮盖下的那个盖子 就被称为神的座位 或者说后面所说的神的脚凳 那神的座位 象征着神的宝座 神的脚凳 当然是和宝座联系在一起 耶和华掌权的地方 实行他王权的地方 也就是说约柜 既象征着神的临在 神的同在 上帝在至高至上的所在 在这个地上拣选的 向众人显明 他的王权的一个记号 一个可见的一个器具 所以在那里面 祭祀要带着以色列百姓的问题 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 求问神的旨意 因此呢 他要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否则的话 那里面只有审判 没有怜悯 所以那是神的宝座 来到神的面前 至圣所 神的居所 所以坐在二基路坡上 我们就想到了旧约那个画面 所以上帝在地上显明 他的王权的意思 第二节 耶和华在西安为大 西安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相当于后期的 特别是大卫做王之后 将约会搬到西安 西安山上有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 圣殿里面有约会 上帝就在西安山上 做王掌权 耶和华在西安为大 受他的百姓 尊从和敬拜 然后他超乎万民之上 就说到他不仅统治以色列百姓 甚至他的王权在万民之上 所有卑造物 当然包括万民万族万邦 上帝是王 他是宇宙的大君王 在恩约里面 不只是做以色列的王 那他在透过以色列 将福音传到万邦 呼召万民归向他的时候 他的国王权 也在万族当中掌权 在先知书里面 我们特别看到 小先知书里面 什么拿红书啊等等 看到列王纪的时候 先知书 大先知书里面也提到了 对列邦的审判 对巴比伦的审判 对埃及的审判 对亚素的审判 对什么以东的审判 磨雅等等 上帝为何审判他们呢 因为上帝的王权 全地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当然我们在周三学 基督教要义里面 谈到主导文的时候 愿你的国将领 愿你的旨行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说到 那个神的统治 是指借着福音的应许 借着恩约的扩张 呼召人 借着人的信心 呼召人悔改 归向基督的手 正式地进入到神的国 有费于神的国 神的王权 原本是由绝缘体 抗拒神的王权的 当然在宏观的 神的无所不有的 统治的这个权柄之下 是没有人能够脱离 神的权柄 但是在旧恩论的角度 从上帝的国 透过福音的扩张 这个角度来说 那个人悔改 归信基督 归入福音的时候 他才顺 不是在顽梗的 悖逆抵挡神 而是顺应顺服神的权柄 借着圣灵在道 在他心中的掌权 所以在这里面说 他在西安当中的统治 人们遵从他 他的权柄 统治权也是超乎万民之上 三节 他们当称赞他 大而可畏的名 大而可畏 伟大而可敬的圣名 就是遵从上帝自己 要称赞他 称赞他 既然他拣选西安 既然他在统治 并且向万民 彰显他自己的王权 理所当然和他的统治 应该有相称的称赞 他本为圣 这个圣洁呢 不只是指神的这个道德上的 卓越性 道德上的完全 更是讲他的超越性 他在超乎万民之上 他与他所造的 所有的被造物 全然 全然不同 他超越 他是超越的神 他是分辨为圣的神 这是第一段 就是谈到了上帝是王 所以吩咐西安 以色列百姓和万民 都当去尊重他 尊容他 然后四节开始 王有能力 就具体谈到了神的属性和作为 王有能力 这个王呢 蛮有权能 他喜爱公平 兼力公正 他在雅各中行公义和公平 上帝是有权能的 但是这种权能 又是公平公义的 世俗的王权呢 常常有能力 有权能 但是很难 保持公义和公平 我们看到腐败的政府 就是这样的 有权力 有权柄 但是他们没有公义 公平 没有正义 但是上帝的王 王权 权能呢 在他的公义和公平之下 使用他的王权 因此他的王权 不会腐败 他的国就坚立 他的统治是正直的 诚实的 他在以色列中 实行公义和公平 公平公义 因为他先解释了雅各 在雅各当中 实行 然后五姐就说到 你们当尊从耶和华 我们的神 在他脚凳 和前面说的二基路伯 他的宝座下面 脚踏的地方 就是脚踏 在他的面前 屈膝敬拜 他本为圣 所以这里面 特别强调了 他本为圣 他本为圣 我们应该去敬拜他 他是这样卓越 圣洁超越的神 我们理所当然 去敬拜他 然后八姐到九姐 也是说到这个内容 耶和华 我们的神 你应允他们 你是赦免他们的神 按照他们 所行的实行报应 你要 所以这里面就 前面说到神的统治 神的王权 后面八姐 说到神是应允的神 祷告应答的神 前面提到了有摩西 亚伦 撒末尔 祷告 那这里面说到应允 其实就 以恩约为前提 上帝不是随便便 就听别人祷告的 随便一个罪人 呼求神 神就应答 上帝是基于他恩约的信实 基于他的恩慈 他应许我们的时候 我们求告他的时候 他才应答我们 照着他的恩慈 照着他的应许的信实 诚实 他应答我们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 应允我们的时候 不管是祷告应答 这个祷告应答 是在上帝应许的前提下 也就是说恩约的上帝 前面强调神的全能的统治 可谓公义公平 后面这里面谈到了 神的恩慈 神的信实 神的恩约 就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以恩华 是信实所约的上帝 所以你对神的这种敬畏 对他的称赞和尊从 这里面提到称赞 这里面提到三解称赞 五解尊传 不仅因为他是超越的神 有大能的神 王权的神 而且他还是有恩慈 信实 都是因为上帝的作为和属性 我们去称颂他 他是配得称颂的 你是赦免他们的神 前面有故事 待会我再讲 因为他俩是同样的内容 所以我先讲这两段 然后再讲中间这一段 你赦免他们的神 上帝有恩慈 上帝的赦免也是基于他的恩慈 那因为是恩慈就无缘故赦免吗 不是 也是基于他的应许 他应许的救恩 应许以色列百姓 照着摩西所吩咐的 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 照着神心意献上礼拜的时候 上帝就预纳他们 赦免他们的罪 当然这是预表象征基督 当他们神应许 他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来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才能获得赦免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神的恩慈 包含了神的信实 所以他们蒙了上帝赦免 可见上帝是恩慈和信实的神 乐意赦免 不照着罪人的罪 去追讨他们 刑法他们 反而乐意向他们施恩慈 只要他们听了神的呼召 听了神的福音 听了神的话 劝他们的责备的悔改的应许 他们就悔改的时候 神就乐意赦免他们 去按公义 去按他们的行为 报应他们 那在这里面也提到了 当然有的学者说 这个报应 其实是这个什么 翻译的问题 不是报应 是赦免等等 这是学术之间的讨论 我们按照这个报应来解释的话 就是上帝不只赦免他们 也报应他们 按照他们的行为 最终报应他们 他们如果持续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就按照公义什么呢 对于那些信的人 其实新旧约都一样 旧约里面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摩西的律法 按照神所警戒的听 警戒而悔改 应许而坚信的话 他们就是证明了 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 证明他们是主的百姓 他们最终虽然有软弱和失败 但是他们竭力去留意听神的话 那么他们就是蒙恩的人 那新约里面一样 那些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主 切勿渴望神的统治 神的国度 神的王权 在他们身上掌权的话 他们表现出了 他们是真的主的羊 因为主的羊 不只是在羊圈里晃荡的 而已 出入羊圈而已 主的羊 重要的是听主的声音 因此他们才能够出入得草吃 生命里面得到供应 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人 他们就已经表明 他们不是主的羊 因此他们也没有草吃 只能是生命里面困苦可怜 最终就是照着他们所试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 他们所试 是借着他们所行的来反映他们所试 他们过着那种无神论的生活 不敬畏神的生活 不依靠神的生活 不顺从神的生活 证明他们不是主的羊 不是神的百姓 所以他们就按着他们所行的 报应他们 因为报应他们是他们所应当得的 你们要尊崇耶和华 我们的神 都是发出这样的呼召 尊崇 称赞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圣山下 前面是在他的脚钉下 在西岸等等 就是来礼拜他 敬拜他 尊崇他 照着他所应受的敬拜和尊崇去尊崇他 他既然这样的伟大 超越统治的神 实行审判的神 圣洁的神 行公义 好雷鸣的神 应用我们的神 赦免我们的神 甚至是报应 那些悖逆玩耿 不听的话的人 那我们就应该在他的面前 去尊敬他 敬畏他 在他的面前去敬拜他 奇述里面也谈到了 将来有一天 神借着耶稣基督血 在各国各族当中 买来的人 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 去敬拜神 献礼物给神 当然这个是以旧约的那种 那种意象 那种概念 去表达人们来礼拜上 那种不仅唱歌 不仅跪拜 还带着礼物 他们是真的表达 他们对神的认识 敬畏和尊从 照着上帝所该受的尊重 甚至上帝称赞他们 在地上恒久忍耐 坚忍到底 神称赞他们诚实的时候 赏赐他们冠冕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不肯受 为什么 他们说这些尊贵冠冕 唯独应该归给三亿上帝 他们知道自己不配 得这样的称赞和赏赐 他们知道自己能够站立得稳 都是出于三亿上帝的恩典 所以可见他们在地上 艰辛的依靠神 是否是顺从神 不是出于律法主义的 那种律法的行为 恐惧 出于惧怕 怕将来下地狱 不得不做一些功劳式的 去讨神喜悦的 来为自己将来得救 付上一点什么保障 不是那样的 他们乃是因为知道神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如此浩大 高扬的血为他流 他们甘心乐意的侍奉神 在利益面前 抛弃利益 在危难面前 宁可丧失生命 也不背离神 忠心地跟随基督 去与神的仇敌争战 与罪恶和自己内心的私欲 这个堕落的抵挡神的 时代争战 最终他们忍耐到底的 上帝称赞他们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的忍耐 也是神的恩典 因此这才是真正敬拜神 敬拜神不是带着 任何的交换的条件和私利 我这样敬拜神 上帝肯定祝福 那个不是敬拜 那是做生意 那是拜偶像 拿做生意和 拜偶像的精神来礼拜神 那个不是真正礼拜 因为神是这样伟大 圣洁 公义 公平 怜悯信实 创造 拯救 护理 恩慈 所以心被恩典 照着他所配受的 歌颂 不带着任何自私的 来去称颂他 这也是我们上周三 讲主导文的时候 也谈到了 那种 不带着 个人的 不追求自己的私利 虽然是 追求神的荣耀 等等 名字 旨意是对我们最有益的 那是结果 但是我们却不是为了 那个益处而 这样追求 而是真正的 内心当中 被更新的心意和心思 有新的性情 新的追求 新的价值 新的爱慕 去追求 渴望神的荣耀 这是正常的 是吧 将来的礼拜 也是纯粹的 没有任何 掺杂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们要遵从 耶和华 在他的圣山上 下拜 去礼拜他 去遵从他 因为耶和华 他本来就是圣洁的 是超越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 值得我们 我们理所当然的 应该这样的 敬拜他 我们看最后一段 六节到七节 之中心 三明治的中间的 那这个是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提 这两段 前后这两段 要求我们去遵从他 去称谢他 去敬拜他 去在他的下面 屈膝敬拜 他脚凳 他的等等 那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如何认识神的知识呢 如何知道他是伟大 可畏 公义 公平 等等 六节七节很关键 在他的祭祀中 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的人当中 有萨摩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们 为什么应允他们呢 代求的中保者 然后第七节 在云柱中对他们讲话 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所赐给他们的律力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神的启示 神的显现 神的启示 在云柱中 那我们当然就想到了出埃及记 出埃及的时候 神在云柱中 云柱火柱中 显现 引导 保护 说话 那后来呢 造了会墓 在会墓当中 指示神的百姓 那在这里面 云柱中 对他们说话 当然对他们说话 这里面 撒末尔不是包括在里面 如果单纯从出埃及记 和民书记 在旷野当中生活 撒末尔记是后代的人 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出埃及记 是主前大概 一千四百年 这主前十四世纪 左右 那撒末尔记是主前 十世纪 九百年 一千年左右 这个时候 肯定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那这里是个 泛泛的说法 云柱不是具体的指 那个就是特定出埃及记 表明上帝显现 启示的意思 上帝在云中说话 就是表明了上帝 在历史当中显现出来 向启示他自己 那这里面 祭祀中摩西亚伦 当然这里面 也出现了问题 亚伦是祭祀 无容止疑 上帝拣选了亚伦 和他的后裔 做大祭祀 做祭祀 唯有他们才能 在圣殿里去 侍奉处理 祭物赎罪的问题 等等 那摩西呢 分明不是祭祀 对不对 那这也是空泛的 一个泛的说法 不是狭隘的 特定的祭祀 而是指代祷者 中奸者 这种中保的职方 所以摩西和亚伦 摩西在旷野里面 常常为以色列百姓祷告 特别是拜了鸡牛犊等等 他常常祷告 中保祷告 平息耶和华的愤怒 得以保全以色列百姓 亚伦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大祭祀 献祭带导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显现 启示他自己 摩西作为中奸人 中保 他领受了律法 将神的律法 赐给以色列百姓 所以启示的传承者 承传者 中保 亚伦也是这样 无论是祷告 还是教导摩西 所传的律法 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 六节七节里面 说到了上帝 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 将他的启示赐下来的时候 当然他的启示也包括 他创造的作为和救赎的作为 特殊的护理的作为 他启示出来的时候 人们才得以认识神 人们才能够敬拜神 所以我们所有的敬拜 是基于上帝的自我启示 基于他的话 我们不留意听他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真的认识他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就不可能对他献上 合一的礼拜 所以约翰福音 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说 神寻找的敬拜 乃是那些出于真理的 和圣灵的敬拜 在圣灵的感动下 在真理的启示和规范下 我们献上和神心意的礼拜 所以弟兄姊妹 耶和华世王 他不只是统治以色列 统治古代静东的那些 王国的王 他今天仍然统治列国 金正恩在他的统治之下 虽然金正恩不认识上帝 今天他仍然掌权 这是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知道的 历史历代 万国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 只是我们透过圣经 所能了解的 关于神的王权的知识 因此在这个世上 我们虽然看到我们外在的恶 好像得胜神的百姓受欺呀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放心 上帝是我们仍然敬拜和依靠的对象 对于我们自己 今天上帝仍然做王 更应该是王 祂是教会的主 祂是万王之王 祂借着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 借着圣经 借着圣灵 重生 光照了我们 使我们认识圣经 得到了真理的亮光 更清楚祂是王 祂是教会的王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愿你的国降临 这种对于已经显明的旨意 神的百姓 首先应该知道他的旨意 首先应该甘心累顺从他 让神的王权更具体 更实际的在我们身上 首先成就 教会今天如果不听神的话 教会如果今天不顺从神的王权 那你还指望什么 其他的民族去侍奉神 去敬拜神 去顺从神呢 吃人说梦 对不对 教会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会幕 作为上帝在地上的圣殿 作为先领受神的启示 先蒙受基督宝血的人 如果他们不侍奉神 不敬畏神 不照着神的圣洁公义 去遵从他的话 我们又如何去带领别人 让别人去认识神呢 言若失了味 他就不可能再作言了 对不对 灯如果是被照在斗底下 那个装粮食的 吃什么的 贩卖粮食的 粮器 关于钱的问题 扣住的话 人的心如果被 经济杂草挤出 光被放在床底下的话 被遮住的话 他就不能照亮一家的人 教会如果今天变了味 跑偏了路的话 他们心中爱世界 他们心中与世界联合 心中拜偶像的话 他就丧失了 作见证的能力 与世界已经同流合污了 与世界不能过分别为圣 不能在这个世界当中 过分别为圣的教会 他就不可能去影响这个时代 反而遭到这个时代的唾弃 绩效 原本这个时代就是嘲笑教会 但是持续教会保持 他的真结的话 有一天 有反对 到暗地里默默地去 尊敬 承认 至少他不信上帝 他至少知道 教会是正立八经 是一帮敬为神的人 而不是评价他们 都是假冒为善的人 这个平时到教堂 哈利路亚感谢主流泪 祷告赞美神 然后现实生活当中 涉及到私利的时候 涉及到自己好处的时候 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些 唯利是图的小人的话 教会就不可能去 令这个世人去敬派 不可能去更好地去做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上 蒙昭的雅各 蒙昭的伊斯利人 来礼拜神 来尊重算 我们可能不能做 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至少 我们应该做一些本分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 认真的基督徒 我们即便不能像 什么历代的一些伟大的圣徒那样 圣洁 但是至少照着 你现在的上帝量给你的量 你要竭力地追求 过上帝喜悦的生活 去侍奉他 遵守他的道 竭力地追求 认识真理 人生当中纵然有很多的价值 但没有什么价值 比追求认识神的道 更有价值的 驴 他可能所看重的是 一把盐和一捆草 但是基督徒 他所知道的是 离开神的话 他的生命就会枯干和死亡 所以那些在学习神的话语上 礼拜上 懈怠的基督徒 已经证明 他们在灵性上 正在滑坡 或者是他妈是 心眼已经被蒙蔽 要么就是根本 是看着是活着的 实际上是死人 我们曾经小的时候 跟着父母 跟着老一辈人去祭祖 去上坟 我们新奇 那个时代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 吃苹果 香蕉 然后有一些 做的那些面食 自己都不舍得 为什么要摆在坟墓前呢 供给他们呢 等我们长大了才知道 那些食物最终 还是活着的人吃了 死人有什么用呢 死人谁能吃呢 死人不能吃 对不对 所以当基督徒丧失了 他属灵的眼睛 昏暗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对 属灵的事物感兴趣 反而像不信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两方面反省 一方面 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是 那么我为什么 现在这个状态 可能是灵性出了问题 属灵的低潮 软弱 我们常常被滥用了 我软弱 就成为我合理化 我现在这种光景的 一种借口 非常荣耀的 光鲜的 谁都拿来用的 免费的 这个赎罪界 我软弱 我软弱就理所当然 这样 软弱是我们的 这种存在的一些特征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借着他的话 借着他的仆人去教导我们 我们不留意听主的话 软弱是必然的 说不好听的 软弱活该 是吧 有饭不吃 有道不听 有学习的机会不学 反而这个精神饱满的 去奔向世界 奔自己的仕途 追求自己的梦想和野心 比谁都勤快 但是在敬拜神 侍奉神 追求真理和侍奉神的事情上 却懈怠 打不起精神 莫不关心 这都是死人的记号啊 是不认识神的人的记号 要么就是那种 已经堕落到一定昏暗的 近乎死亡的这种光景 病入高荒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留意 比起一方面要留意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记号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提醒他们 这个时代人蠢就是蠢到 知道分辨气候 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 看晚霞来了 知道明天晴天 这是常识吗 但是主在这个时代当中 摆设的记号就不知道 最明显的主用了这个挪亚时代 末后的时代人也是那样 挪亚时代 上帝兴起挪亚去 造方舟去传福音 传那么久 没人信 就一家八口进方舟 最后审判来的时候都灭了 挪亚那个时代的人 挪亚就成为他们的记号 结果他们不留意这个记号 吃喝嫁娶 耕中盖造 好一副繁荣昌盛的样子 人生的梦想可能还没有成就 都有各种报复和计划 在为自己美好的将来做筹算 认为听挪亚的话就是迷信 就是不识实物 就是荒废时间 是愚蠢的事情 结果最终愚蠢的那些 认为挪亚是愚蠢的人 被他们自己的聪明反被误 都在洪水当中灭亡了 耶稣说挪亚那个时代的光景 现在的人也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提醒 郑重的提醒 现在人自以为聪明 却不知道什么应该重视 什么不应该重视 很多的事情上好像很聪明 但是很多重要的关键的事情上 却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 各个你跟他聊天 谈起来的话 各个好像聪明绝顶的样子 但是对神的事情 不明白神的旨意 那那个聪明到底是什么聪明呢 那个世上有钱有势的人 所拥有的聪明 就是让他们灭亡 不能得生命的聪明 哥林多前书里面 保罗讲到了两种智慧 两种人 一种属血气的人 一种是属灵的人 一种是拥有属世的 属肉体的 让人灭亡的智慧 一种是拥有属灵的真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 耶欧华世王 他在实行圣统治 但是他的王权 在教会当中 是如何实行统治的呢 他乃是借着他的仆人 借着神的道的宣讲 借着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 不断培养我们 敬畏他 爱他的心 然后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留意去实践遵守他的话 这就是体现出 我真正以神为王 为主 我敬畏他 爱他 尊重他 我是他的仆人 是他的儿女 愿意做顺 凡事上遵行他旨意的 这一个名证 好树结好果子 就是这个原理 好树不是比叶子 枝干 或者像那个盆景一样 那个姿势摆得很好看 好树关键不在于那个样子 关键是结出果子来 是吧 果树最重要的 作用是结果子 那基督徒就是这样嘛 白恩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都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那个遵行 那个顺从 听了神的话去遵行 就是他们真信 真神的百姓 真儿女的特征 他们身上有顺从的 而结出的果子 这种顺服的果子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这个关于王的经文 很快就讲完了 但是这个再次提醒我们 神做王 我们应当尊崇他 尊崇他的表现 就是尊他为王 照着他所示的 去敬畏他 听他的话 留意听他的话 听了他的话 知道了心意 知道了我们本分和责任方向 但是没有力量怎么办 上帝已经应许圣灵给我们 已经住在我们中间 已经赐给我们话语 默想他话语的恩典 和祷告的特权 礼拜的特权 在礼拜当中承受恩典 祷告礼拜圣礼 是吧 话语 那这些蒙恩的手段 那我软弱怎么办 软弱 我软弱是正常的 但是我上帝告诉我 从哪里重新得利吗 就是亲近这些蒙恩的手段 上帝借着这些 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我们靠着这些 我们才能得胜吗 那我们结果在这些 关键的生命线上 那个点上都断了 你发现很多人不聚会 很多人不听道 很多人不学习 很多人不祷告 那你软弱不是必然吗 你本来就是软弱的存在 软弱是我们 现阶段的实况 但是得胜是神的恩典 我们却不在 神给我们提到的 那个祷告 礼拜 神的话的学习 胜利以上 去热心地去活用神的 恩典的手段 去获得更多的恩典 虽然这些 我们努力亲近神的话 努力听道 努力祷告 努力去礼拜 参与这个圣餐 这个本身 不一定产生绝对的结果 因为恩典 施恩的这个主权在神 但是上帝却吩咐我们 要隐情地去 进行祷告 不可停止聚会 去昼夜思想神的话 用各样的智慧 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 等等 这样的吩咐 我们去努力去 带着爱慕他 渴慕他 无依无靠地去投奔他 去亲近这些时候 难道上帝不会照着 他的应许施恩给我们吗 难道上帝不应许那些口渴的人 给他们去得以饱足吗 难道上帝应许了 说那些奋力寻求的人 就不得着吗 一定会照着他的信实 饥渴慕衣的人有福了 难道上帝 借着基督所教导的这个话 就会落空吗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难道这只是个空话吗 给我们话柄 不是的对不对 上帝应许了 真的爱慕那个应许的人 爱神的人 努力追求 一定会从中得到 饱足和滋养 得到我们赖生存的这种 活在世上 得胜 过一个正常基督徒 生活 所需要的恩典的力量 问题是我们今天 浪费的精力 心思浪费在别的事情上 太多了 这里不是说 大家不要做饭 吃饭 不工作 不打工 不学习 不做事工 而是说 我们太多的时候 活在一种忘记神 沉迷于一般的生活当中 根本不敬畏神 不爱慕神 没有那种内心的渴慕 这个时代 如果真的有人渴慕神的话 今天的教会光景 绝对不是这样 人们都是专顾自己 追求自己的私利 就像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 所说的 专顾自己 爱艳乐 不爱慕 所以这个时代的教会 普遍都很软弱 没有力量 没有做见证的能力 我们不管别人 我们管我们自己 我这里面说 大家不要联想别人 联想你自己 你现在光景 这个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每一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 不光是获得新知识 在学文化当中 我们一般修过的课 是不会再修的 听过的课不会再修 当然修过课 不意味着我对那个科目 就成为专家了 就无所不知了 不是那样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还会淡化 还衰退 不仅是对那科目的 所应该掌握的知识 碎片式的 不全辈的那种掌握 就像我们古代的老 先辈们所说的 温故而知心 是吧 一般恩宠当中的 一般恩典当中的 这些人 不敬畏上帝 不认识上帝的人 他们真的温故而知心 同样的知识 反复的时候 重复的时候 就会有新的领悟 新的认识 圣经也是这样 那讲耶稣基督 这个听一遍就完了 我背下来 我考试的时候 答出一百分 我就扔在那 不是的 我要默想这个事情 而这个知识 不是新知识 而是旧知识 但是不断地默想的时候 他就在我里面 滋养我的灵魂 支撑我的信心 每一次听到 不光是为了获得新道理 获得新知识 每一次听到的是 主啊 借着这样的话 再次眺望我里面 对你的爱 有什么 我有什么罪 你就借着讲道 光照我 是吧 借着读经 默想的时候 光照我 让我知道我自己的 错误在哪里 这样才能有机会改 连自己的错误 都没有觉悟到 那你怎么能够改正 对不对 连上帝的心意 都没有看到 你怎么能够去 顺从呢 对不对 所以 每一次礼拜的时候 都带着渴慕 期盼上帝 借着他的话 今天 既然向我宣讲这个话 这个话就是 在上帝的智慧 和超越的主权下 护理 临到我的话 我就要留一听 这样的时候 随时保持一个温柔 受教顺服的心的话 我们的灵魂 不会干渴的 昼夜思想 渴慕寻求神的话 也的人 在他的殿门前 窃窃渴慕的人 他们的人 在干旱无水的时候 仍然像 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一样 他叶子也不可观 二十后结果 这是上帝的允许 所以既渴慕 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必得宝座 盼望我们每个丁子妹 都能够 既然上帝 启示他自己是王 我们就应该 默想 思想 虽然这个时代人 是太忙了 忙也不知道忙什么 没有心思 默想 默想 神是王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上帝的王 到底什么 不是只是为了打 什么像考脱皮 考我们正常的学习 我们正常学习的时候 打卷 那个卷的内容 可以跟你生活没关系 但是默想却不同 默想的时候 带着信心和神的关系里面 默想 神是这样的神 既然神是这样的神 我应该如何礼拜他 去对待他 这是实践性的 实际性的知识 一定要这样默想 不然的话 我们的圣经的学习 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 只是积攒情报而言 信心而言 在圣经的知识上 基督教教义的知识上 积累而已 却没有办法以信心 默想导教来接受 萃取真理当中的知识 带给我对神的真正的礼拜 和敬畏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悔改 主啊 让我能够真正的照着他是王 来尊他为王 在万物上 在教会里面 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生活当中 真正能够去尊他为王 去经历他为王 成为敬畏他的人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哪怕是一个微弱的光 也能够作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在我的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旨意 祈祷光和言的作用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